我看到你有一句說話在臉書 臉書通常你打下去 我覺得很適合 人當時的心態和思想 你終身學習很重要 講一下你終身學習四個字 為何你覺得這麼重要 這句都是我媽媽的 人學到老 都會到老學到老 她是犯人犯人 我經常說媽媽很犯 她說犯人 我們是犯人 就是要這樣 所以這些都是她傳給我的 從小到大的思想 你不去學習的話 你永遠停在這裏 你就會退伏 所以學什麼都好 總之你學到的東西 你終身 你自己一世 在你的腦袋裏面 都是你自己屬於你的 你錢 你所有愛在的東西 你未必是有一個人 永遠都屬於你 但你學習到的東西 你腦袋吸收到的 永遠都是你 這是她教我的 我最近有句話 我今天想和你分享 你說終身學習 我看到她的說話 她說 知識就等於什麼 等於底褲 看不到 但很重要 沒錯 你學這麼多東西 其實有沒有兩件事 你覺得已經做到專家 我專家 不可以這麼說 最近我學了一個中醫班 就是興趣的中醫班 其實學了一些 怎樣幫助自己 用食療去忍生 還有一些 例如我傷風感冒 這麼簡單的病 我可以不吃西藥 用中醫的方法 我自己都可以 自己都可以 康復 自己都可以 康復 集合